荒唐之急,北京,一名女子乘坐公交车,当她上了公交车之后,没有选择坐下来,一直站在公交车的前门入口处,公交司机看到这一幕,觉得非常蹊跷,于是询问女子为什么要站在这里,不曾想,女子的回答令公交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大吃一惊,女子对公交车司机说,自己站在这里是要阻止其他乘客上车, 因为公交车上实在太拥挤了,人太多了,空气也非常浑重,公交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纷纷劝证女子坐下来,但遭到了女子的拒绝,女子一直站在原地,用手拦着公交车的前门,女子的举动引起了车上所有人的愤怒,大家纷纷指责她太自私,但女子依然坚持站在原地,对大家的指责充耳不闻,女子的所作所为, 把自私自利展现得淋漓尽致,令人愤怒又无奈,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乘客,应该怎么办呢?